那這場雙打的賽事即將開始 球師落在了邊線外面 在後方也聽到學院高中國中部的教練 這次是球員們 喜願延拿了3分 這邊邊拿了4分喔 沒錯剛剛在一名國中 運用到這個切球喔 其實現在蠻不錯的一個 這個技術喔 只可惜 喜願高中又略勝一籌 對 喜願這邊是發生的失誤喔 優秀 沒錯 剛剛 behaves高中 選手喔 在後場的重壓威力十分足夠 趕快 決定 次 �� 팬 差不多 6 一名國中在幾波強勢的重壓情況下都被習遠高中擋下來了 他在習遠高中也抓到一個不錯的機會直接下壓得分 這一個小吊球非常的漂亮 這個選手不斷用切球的這個技術喔 這個小切球喔 剛剛可以看到他連續用了四次喔 對 都掉在往前喔 比較難去應對 都沒有選擇直接殺球 對 因為他們可能有了解啦 因為國中在合適了一個王瑞恆對於殺球的掌握度 要去接他是沒什麼問題喔 哇 這邊要回擊是直接打到隊友的頭上喔 真的 幸好是羽毛球 對 兩個人的感情非常好喔 這也是 雙打當中是確實 偶爾會看見的一個場景喔 可能站位 跟你擊球的路徑不小心跌到喔 有可能會攻擊到隊友 沒錯 這隻不嘗試切球喔 直接是 對一個中壓喔 可惜掛網 這邊是英明發生的失誤 學院高中在這一局 其實開始沒多久喔 就展現出還蠻強大的自信心 有點像是上一場的英明啦 上一場的英明國中在 在打在雙打賽的同時 八場的那場比賽 會開賽的氣勢是非常非常的好喔 這邊是要 學院高中國中陌生 先拿下的第十一分 來吧 這球是比較幸運喔 所以急的時候是擦過網 有時候訓練也會練習到 這種lucky ball的處理喔 是 連續三球的重壓都成功的擋了下來喔 比第四球的角度比較刁鑽一點 對於西苑這邊難去防守 不過對英明來講是一個 很好的逆轉戰局的一個契機喔 我聽到西苑高中 國中部的教練也是有提起隨身的 下完之後拍面馬上朝上 然後立刻回到自己防守的位置喔 沒錯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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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球往下一點喔 角度真的是抓得很好 這邊比較可惜喔 所以會以正拍的模式呢去回擊 很常都是這種在往前一點點距離的 你的頭可以平視的這種球 直接可以往下下壓的太急喔 所以直接掛網 好球 哇這個球也是一樣 英國中連續兩球的 往前的這種可以直接做 重壓的這種球喔 他都直接擊出 一個翻失誤喔 另外一個擊出界外 所以目前正要追上比分的英明來講是比較可惜 好球 哇 現在高中的同學喔 不斷振臂給自己更大的信心 而且他們彼此大張之間也是會互相鼓勵喔 沒錯 這邊 終於是把握住這次的機會 打破了 10球 這裡 開玩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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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邊 故意頓一拍喔 裁判11是界內 這球漂亮 以你連續的追趕分數喔 這球要反拍回擊喔 是可惜 差一點點就越過網了 是不是 差一點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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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差有在慢慢的拉近 這球冠生十願很好地防守喔 轉換回來的進攻 要英明這邊發生了失誤 英明在第一局的失誤 也是讓他們遲遲追不上比分的一個關鍵 沒錯 這次又來一個失誤 這球西苑的發球也是發得非常好 18比14 西苑高中國中部四根的領先 看起來兩位選手是有在互相給一些意見的 是 剛剛這邊是要義師隊友往中間去送 這一個失誤也要讓西苑高中國中部 在第一局率先取得20分的聽牌 在這個英明國中的回籍球之下 並沒有能夠打對對方有效區域 在這一局呢西苑高中以21比16 先收下了第一局的勝利 那我們稍坐休息換場之後等等 馬上帶來第二局精采的賽事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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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加油 第二局的比賽是由信任高中先拿下一分 剛剛多次來回精彩的對拍喔 最後是英明高中發生的失誤 這邊就是信任高中兩邊的站位喔 並沒有那麼的理想 拿這個牌子互相碰到其實就不會有太好的結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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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下午3點30分賽程 國南兄 南南市大灣高中 蔡之翰 許傑森 新北市三合國中 北城安 楊博凱 請指第四 強力 對於這一局的氣勢喔 成交於第一局喔 可是非常的不錯 沒錯 這球在前場來個下壓 打在了兩個選手中間的空檔 好 許願高中 田子傑教練 也是 非常有名氣的一位教練 在國際賽 世大運 給我向國內國外的比賽都有非常好的成績喔 好 相信會把這些 來自己在 期許國內國 國際上的賽事的一些經驗傳給這些子弟們喔 沒錯 超過 比數8比3 西院高中等一下 哇 这个球是不能发生的失误 感觉现在西院高中气势是还不错的 西院高中 中文字幕。 這兩個球,希願救得很漂亮 在帶動自己的進攻 希願在第二局,也是率先拿到11分,11比5取得領先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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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向蔡白老師示意一下羽球的情形 蔡白老師示意要繼續比賽 發球出現了失誤 這邊重壓英明國中的選手被擠壓到 15比8雙方分數來到了7分的差距 把這個球往上停了一下 不過沒有像剛剛這麼的Lucky 是還能回來 15比9為有6分的領先 西元高中移民國中的發球局 這邊是雙方站位上的一些小瑕疵 兩個人剛剛拍子是有互相碰到 感覺移民的整個氣勢 已經被對方西元高中國中部這邊給拉走了 我剛在雙打8場的時候看到移民的表現是非常不錯 所以移民這邊幾次的處理是 完全沒有達到自己以往的水準 這局很多分都是在連續的 發球過後之間 直接是打在了往上 過往的一個情形 是 然後移民這邊的選手 同一位選手出現了多次的失誤 不過雙打就是這樣 你今天的隊友你的搭檔 他狀況非常不好 一直失誤或者是沒有到離場的 情況內 你還是要去 幫他cover 還是要 跟他一起並肩作戰 對 雖然只有兩個人而已 但也算是團體運動 這邊移民非常可惜 西元高中連續拿下了非常多的分數 在移民的 後半段 都是以失誤 讓西元高中國中部拿下分數 在全場比賽第二局 西元西21比12 收下了本場比賽第二局的勝利 也以直落二的一個成績 進入到 國中男子雙打的冠軍之戰 那要看另外一邊 在國中男子雙打的賽程 是在明天的 十點半所舉行這場冠軍之戰 大家看待會結束